由于朝鲜的特殊情况,至今外界仍然无法清楚掌握它的粮食生产状况。 崔欣慧是朝鲜之声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负责对华广播。 这次临时抽调来做我们的翻译,由于我们不能够随意地采访朝鲜的老百姓,崔小姐就成为我们了解朝鲜国情民情的重要渠道。 现在朝鲜到底这个粮食的生产情况是一个什么状况? 不能说是够,可是不能说是充足,可是也不可以说是不足,就是要充足不足,这两方面。 就是能够粮食呢,就是国家暗期和暗月,就是攻击攻击的。 一个成年人暗月,就是暗天吧,明天是整个粮食。 那是七百克,一个成年人七百克,每天,每天,主食。 主食。 那其他肉类呢? 肉类呢,肉类还不太清楚,喜欢肉的还是多吃一点,不说的就是我,像我这么喜欢肉的,一天吃能再多肉。 别想像我那天,就跟这样吃肉,和我们那人一起去饭的时候,我也看到了。 所以我就胖了,就胖了。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中午,朝方官员在我们一再要求下,终于同意带我们去一家特殊的餐厅,尝尝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难得的异果风味。 我们终于到了在平良第一家 也是唯一的一家意大利餐厅 我们进去看看怎么样 我们的到来 在这家从来没有被媒体拍摄过的餐厅里面 掀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大家挺喜欢意大利餐的 大家都喝的是饮料 纯意大利的食品 但是餐厅方面不是很愿意我们拍 但是让我们看到非常鲜活的一个场面 大家都在这儿用餐 我们也希望跟普通老百姓一起在这里共进用餐 金老人我们可以跟 他是经理 报经理 你好 你的餐厅非常好 很有名 应朝方人员的要求 我们进了餐厅的包间 从经理的口中 我们证实了这家餐厅的来头 这是一个国营的还是您私人的一个私人的餐厅 这家餐厅或是一辅国内品 这家餐厅的 因为国营的人 是被江青市民的 他们来的一个 租金 我们租金 我们的租金 尺寸 一辅 可以 餐厅的 所有海鲜 所有调味品的原料 都是当地产的还是进口的 酷爱意大利美食的金正日 为了让国民也能够品尝到 重宗的意大利菜 专门派金上城经理 前往意大利的罗马和纳布勒斯 学习三个月时间 之后把正宗的意大利菜带回朝鲜 一个七百朝元的套餐 官方汇率约三十五元人民币 相当于普通民众 五天的公司 好了我们连上了三种不同的披萨 我要上一次试一试 这个刚新出炉的这一份 上面有意大利的青色盒 紫色的橄榄 还有来自意大利的蘑菇 它们吃衣服特别瑞士 我不知道为什么 试一下 很清香能出菜的味道 很香 很美味 好像到了意大利 我们离开朝鲜后不久 朝鲜官方也首次报道了这家意大利餐厅 还发布了餐厅内部照片 其实在政治和军事挂帅的朝鲜 社会的发展并不像这些宣传话和口号般 一成不变 像意大利餐厅这样的新鲜事物 也正敲声无息地不断出现 在平壤街头 人们的衣着越来越时髦 孩子们的打扮更是活泼 而使用手机也不再是一件稀奇的事 一天的住用费是两点二点五欧元 打香港一分钟 三分每一分三点五 三点五欧元 由于朝鲜禁止外国人携带手机入境 租用朝鲜本地手机的业务运营而生 但国际通话费用相当昂贵 一张一千元人民币的储值卡 从平壤致电香港的话 不到三十分钟就用完了 目前朝鲜电信的3G系统 仅供本国国民使用 只能登陆官方的新闻网站 外国人能租用的都是2G的手机 这些中国制造的手机 价格几乎两万到四万多朝元之间 对于每个月工资三四千朝元的普通民众来说 无意像一个天文数字 但相信假以时日 这些手机也能逐步普及 成为朝鲜人民的日用品 朝鲜当局在受到国际严重功利的处境下 仍然努力求新求变 希望外界能够了解朝鲜 并邀请凤凰卫视设置组进入朝鲜中央电视台 参观这个设备虽然落后 但担负着朝鲜向世界发出声音重任的新闻也博士 朝鲜著名的工讯播音员李春熙也来到现场 在朝鲜几乎所有有关金正日的新闻 都是由他负责播报的 兴之所致李春熙即兴地掩饰 他是怎么以饱满一样顿挫的风格 播报有关金正日的新闻 新闻日被推举为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地点 位于金日成铜像旁边的万寿台议事堂 这里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所在地 1983年开始兴建 仅用了一年时间就竣工 议事堂内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这个有4300多平方米的大会议厅 在新闻当中可能观众朋友经常会看到这里 但今天我们身处现场的感受还是截然不同的 在台上呢是最高人民会议的 主要的干部最高国防委员会的 主要的干部坐的位置 今年4月9号金正日就是在这里 再次当选为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 掌握这个国家的最大权力 尽管朝鲜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和权力转移问题 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机密和禁忌 但来自多方渠道的信息都显示 67岁的金正日正抓紧时间部署 延续金家在朝鲜的世袭统治 金家的第三代即将在这里 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 接受朝鲜人民代表的婚屋 就在这个宏伟的建筑里 朝鲜当局做出许多振兴国戚的决定 随着近期朝鲜半岛局势不断恶化 相信从这座议事堂内 还将传出更多令全世界紧绷神经的声音和画面 戴玉藏花 藏花银 用朝鲜民进乐器嘉一琴 演绎这首中国乐曲的 是十四岁的申恩琴 虽然豆蔻年华的少女 还无法真正领会戴玉藏花时的孤独和悲凉 但时尺之间流淌出的音符 依然使得参加平壤国际艺术节的艺术家们 心绪随之颤动 陶醉 在隔壁房间 一群年纪更小的女孩 正在接受正统严格的嘉一琴训练 申恩琴也像她们一样 从九岁就开始学习嘉一琴 出色的表现让她去年成为朝鲜少年艺术团的一员 前往中国香港和深圳演出 寄精四作 当这个纯真可爱的小女孩 说出她首次到中国的最深刻感受时 答案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 可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